老婆的白月光回国了 为了潘高知 她签下了离婚协议 让我滚蛋 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霸王条款 我拒绝签字 却被老婆一家百般羞辱 可我如她所愿签下了离婚协议 老婆却后悔了 没想到她宝贝的富二代男友 竟然是假的 而我这个她瞧不上的穷鬼 才是真正的富二代 证文开始 夜里 柳如烟背着我偷偷地出了门 柳如烟一离开 我就立刻起身跑到了阳台 看着柳如烟急不可耐的 翻镜停在别墅门口的车子里的模样 我紧紧地捏住了拳头 这已经是她这个月 第三次背着我 夜里出去会男人了 上次她被男人折腾得浑身是伤 是我帮着她 调养了半个月她才恢复如初 她可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她就这么急不可耐嘛 我穿好衣服下了楼 想要追上去 看看柳如烟到底在外面玩得有多烂 可是我还没走到门口 就被柳如烟她妈叫住了 我转头看着丈母娘黄婷玉停下了脚步 妈 当初你为了娶如烟 可是跪在我面前求我的 我当时是千不愿万不愿啊 你说你一个司机的儿子 能给我们柳家当女婿 那是走了多大的运气啊 要不是我们柳家 你爸能走得那么安详吗 我想 你应该知道我们如烟的性格 她就是爱玩了一些 你要是连这都管着 我怕如烟会生气 我捏着拳头 盯着黄婷玉威胁我的目光 将放在身侧的手 紧紧地捏成了拳头 转身上了楼 我站在阳台 手指夹着点燃的烟 一根接着一根的抽 天快亮的时候 楼下突然传来了柳如烟的声音 我快速地下了楼 却看到了衣衫不整 醉得不省人事的柳如烟 站在她身边 双手不规矩地扶着她的那个男人 我刚好也认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年柳如烟为了追求她 在学校里被那群富家女霸凌 将她的照片挂在论坛上一个学期 柳如烟成了人人喊打的贱女人 而这个男人 不但没有站出来替柳如烟说半句话 还特意撇清了和她的关系出国了 她出国后 柳如烟差点被那群富家子弟折磨死 要不是我 纪伯达 男人惊讶地看着我 扶着柳如烟朝着我走了过来 抱歉啊 我没看住如烟 她喝得有点多 还得麻烦你好好照顾她了 男人将柳如烟推到了我的怀里 我伸手接住了她 她在我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哼了两声 男人垂眸冷笑出声 她又靠近我两步 凑近我的耳朵 羞辱我 你这个做丈夫的 可真不称职啊 竟然让自己的老婆 出去找吃食 我要是你啊 都没脸活着 我捏着拳头 盯着男人得意的模样 冷笑出声 一腾腾 你偷有富之富 就有脸活着 柳如烟现在是我老婆 你和她在外面搞这些事情 就不怕我这个正牌老公曝光你们 一腾腾瞇着眼睛看着我 吃笑出声 正牌老公 很快你就得滚蛋了 我瞪着一腾城 刚要开口 柳如烟的爸妈 听到声响 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看到柳如烟的模样 他们横眉冷树地盯着我 满嘴的埋怨 却对一腾城 刻刻气气 一脸谄媚 他们用手肘推散我 用眼神警告我 黄庭玉 还故意踩着我的脚 将柳如烟 扶进了房间 他们柳家 向来是看不上我的 如果不是三年前 柳如烟 明节受损 差点被逼死 哪怕我跪在地上求黄庭玉 他也是不可能 将柳如烟嫁给我的 如今一腾城回来了 柳如烟又如愿地 爬上了他的床 接下来 他们就该泄沫杀驴了 我是柳家司机的儿子 我和我爸 差点冻死的那年冬天 是柳如烟他爸 救了我们一命 他还好心地收留了我们 给了我爸一份工作 还让我和柳如烟 一起上贵族学校 我知道柳如烟他爸 是为了给柳如烟 找个根班保护他 那个时候的柳家 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 虽说生活富足 但是和贵族学校的 其他学生家里比 柳家就相当于贫困户 柳如烟在家里 被宠成了小公主 可是在学校里 别人根本就不给他好脸色看 柳如烟又是个不服输 有点跋扈的性格 我没跟着他上学之前 他就得罪了不少人 后来我跟着他一起上学 他觉得 凡事都有 我能替他扛的 他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有一段时间 我和柳如烟虽然进了学校 但是一整天 都被那些人堵在厕所里 不允许我们去教室上课 我被打得鼻青脸肿 柳如烟也没比我好多少 每次他挨打 他都会嚷嚷一句 别打脸 柳如烟除了那张脸 完好无损 其他地方应该和我一样惨 我们蹲在厕所里 对着彼此苦笑 那个时候的柳如烟 心思单纯 虽说跋扈了一些 但是很善良 每次我被打得惨啊 他都会一脸内疚地问我疼不疼 有一次柳如烟和那群富家女 打赌打说了 我被那群妇女 当成了活靶子 他们让我在操场上奔跑 用剑往我身上射 我躲避不及 被射中了好几箭 箭头是金属的 虽然很短 但是扎在身体里很疼 那天我伤得很重 跟着柳如烟回家的路上 就发了高烧 柳如烟害怕极了 他拖着我要送我去医院 他一边哭一边求我 千万别告诉他爸妈 看着柳如烟哭得鼻涕眼泪 混在一起的模样 我心疼地伸手扯住了他的衣角 告诉他 这件事是我们两个的秘密 柳如烟又哭又笑地看着我 我盯着柳如烟的脸 在心里暗暗发誓 以后我一定要对他好 哪怕我配不上他 我也要默默地守护他 后来柳如烟喜欢上了一腾城 一腾城是个花花公子 家世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 没有谁敢招惹他 喜欢他的女生不少 可是能让他看上眼的却不多 他喜欢在外面玩那种 没有生意往来和家族纠纷的女生 柳如烟追一腾城的时候 我就劝过他 就算他们在一起了 一家也不会帮柳家的 可是柳如烟不听 不但硬往一腾城身上贴 还得罪了其他喜欢一腾城的女生 柳如烟爬上了一腾城床的那天 回家的路上 他还在畅想 嫁给一腾城以后的美好日子 可是第二天他再去找一腾城 一腾城就和他划清了界限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说柳如烟是个不知廉耻勾引他的贱女人 柳如烟被一腾城的话 推上了风口浪尖 他想解释 想否认 可是没有人相信他 他在学校本就如履薄冰 经历了一腾城的事情后 更是掉进了深渊 那天柳家有事 我没有去上学 柳如烟到了夜里 都还没回家 柳母在家里急得团团转 我跑到学校的南厕所里 看到柳如烟被绑在厕所的柱子上 衣衫不整浑身是伤 看到我柳如烟嚎啕痛哭 他说 学校的男同学将他侮辱了 他说 一腾城出国了 他说 他被一腾城耍了 那晚他哭了很久 他靠在我的肩膀 问我怎么办 我捏着拳头 看着柳如烟 心一横 说出了毕业后 我会取他的话 当时我没看清楚柳如烟的表情 现在想来 他应该觉得 我是想要来蛤蟆吃天鹅肉吧 床上的柳如烟 不舒服地翻了个身 我上前帮他扯了扯 被他压在身下的被子 他阴灵一声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一腾城 己伯达是个窝囊废 明天我就跟他离婚 柳如烟是夜里醒了 他亲手亲脚地下了床 稀稀苏苏地 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 他夜里离开后 就再也没有回到房间 直到第二天中午 他才风风火火地 从外面回来 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将手包里的文件 丢在了我脸上 己伯达 这是离婚协议 你抓紧签了 离婚协议 我弯腰将地上的离婚协议 捡了起来 当着柳如烟的面翻看起来 我一字一句地 从头看到尾 柳如烟却不耐烦了 己伯达 你看得再怎么清楚也没用 今天必须离婚 否则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捏着离婚协议 看着柳如烟 仰着头高高在上的模样 捶了捶眼眸 这份协议 是谁给你起草的 柳如烟盯着我眯了眯眼睛 你管那么多 让你签你就签 要是没有我们柳家 你和你爸早就死了 如今一腾成回来了 他说 只要我和你离婚 他就和我在一起 你自己没本事 可别耽误 我们柳家飞黄腾达 我捏着离婚协议的手 微微颤抖着 我确实感激你们 柳家救了我和我爸 可是 你别忘了 当初 你为什么会被一群男人凌辱 一腾成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比我清楚 他让你拿出这样的 霸王条款的协议 让你和我离婚 柳如烟 你别被他当枪使了 柳如烟盯着我 一张脸 瞬间阴沉了下来 他几步走到你身边 一把将我手里的离婚协议 抢了过去 他抬手对着我的脸 就是一巴掌 霸王条款 你没占到便宜 就是霸王条款吗 当初你来我们家的时候 连衣服都是破烂的 如今 我只是让你怎么来的 怎么滚 怎么就是霸王条款了 吉伯答 是你要和我结婚的 是你寄予我们柳家的财产 才那么不要脸的 求咒爸妈 让他们将我嫁给你的 结婚三年 你自己什么样 你不清楚吗 你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是个窝囊废 如今一腾城回来了 他主动向我示好 我当然要选择 对柳家更有利的结婚对象 如今柳家 已经不是以前的柳家了 我足够配得上一腾城了 而你这个司机的儿子 窝囊废 穷鬼 趁早离我远远的 滚出我们柳家 看着柳如烟厌恶物我的模样 我垂毛冷笑 当初为了救他出深渊 我被黄婷玉刁难 只恶魔 被别人嘲笑讽刺我戴了绿帽子 我没说一句话 为自己辩解 面对我爸的不解和质疑 我也没有为自己解释半句 我喜欢柳如烟 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他 想要给他我能给他的所有温暖 哪怕他不喜欢我 婚后这三年 我在柳家给他当牛做马 他的衣食住行 每一样都是我精心安排准备的 在柳家公司里 我也是鞠躬尽瘁 为了签合同 推进度 前两年 我一度喝到胃出血 柳家确实对我和我爸有恩 我也从来没想过 他们会感激我 可是我没想到 我为柳如烟 为了柳家做了这么多 在柳如烟眼里 连一腾成一个屁都比不上 到头来 他不仅让我近身出户 还说我是窝囊废 让我滚 我抬头看着柳如烟 想要问问他 他到底有没有心的时候 门口响起了黄婷玉的声音 如烟说得对 你就是我们柳家的一条狗 你在我们柳家 已经享受了荣华富贵 一腾成回国了 他看清了自己的心 要和我们如烟在一起了 你这个绊脚石 就赶紧滚 否则别怪我们 对你不客气 我忽略了黄婷玉 因很威胁的眼神 目光落在了柳夫的身上 这些年 我做过什么 对柳家有多大的贡献 他都看在了眼里 如今 只要柳夫肯挽留我 我可以当作 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 继续留在柳家 继续当柳如烟 有名无识的丈夫 柳夫叹了口气 目光落在了柳如烟手里的离婚协议上 如果你觉得 这份协议对你不公平 我可以给你些赔偿 但 如果你不愿意离婚 你也知道我的手段 威胁我 柳夫为了攀上一架 竟然也想逼着我离开柳家 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如他们所愿 我心寒的一把 将柳如烟手里的离婚协议 抢了过来 拿起茶几上的签字笔 在最后一页 签下了我的名字 我将离婚协议 狠狠地丢在柳如烟的身上 柳如烟 从今天开始 你我再无瓜葛 我等着你 后悔跪在我面前求我的那天 离开了柳家 我打车到了妇人别墅去 我站在季家别墅门口 将脖子上的项链扯了下来 交给了季家的保镖 这是我爸死之前 亲手交给我的 他说 他是季家唯一的儿子 这项链是他身份的证明 他让我在他死后 就去季家认祖归宗 他说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 就是我爷爷 当初 他为了一个女人 和家里断了关系 出走半生 归来却没有颜面 再面对季家的列祖列宗了 不过他 唯一庆幸的是 他为季家留了后 不至于 让季家在他这一杯断血脉 我爸刚死的时候 柳家帮了我不少 又出钱又出力 还帮我爸买了最好的墓地 那个时候 柳如烟精神情况不太好 柳家公司又是爬坡阶段 我一心都铺在了柳家 想要竭尽所能地帮柳家 帮柳如烟 认祖归宗的事情 也就忘在了脑后 我本想着 如果和柳如烟 能这么过上一生 哪怕他 天天在外面乱来 但只要他还需要我 我就永远都不离开他 可是没想到 他竟然为了一个 曾经背叛过他的伊藤城 将我扫地出门 既然他觉得 伊藤城才是最好的归宿 那我就要证明给他看 他看错了人 我要让柳如烟后悔 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 求我原谅他 季家的大门 在我面前缓缓打开 院子里站满了人 中间一个年迈 头发花白的老人 拄着拐杖 步履蹒跚地 朝着我走了过来 他颤抖着双手 眼寒泪水地盯着我 何川的儿子 我来瞧瞧 我的大孙子 和你爸长得一模一样啊 你爸那个不孝子 我让人找了他好多次 他都不肯回来 到死了 都不肯回来看我一眼 老人拉着我不停地掉眼泪 看着老人的模样 我有些哽咽 我伸手拥抱着老人 哽咽着叫出来 那两个陌生的字 爷爷 老人激动地拉着我 进了别墅 他握着我的手 和我聊了一整夜 看着老人沧桑的模样 我突然觉得 我和我爸都是不肖子 这样庞大的技家 竟然让一个 年过股息的老人支撑着 爷爷跟我说了很多 技家的产业 盈利的亏损的 正在开发的 以及那些合作的公司 看着爷爷苦口婆心的模样 我握着爷爷的手 向爷爷保证 我会努力经营技家的一切 不让他的心血白费 在柳家 我参与了不少项目 已经管理层的会议 上学的时候 读的也是商学院 再加上 爷爷让技家的高管 都来教导我 很快我就在技家的公司里 站稳了脚跟 两个月后 我坐在窗几明亮的办公室里 切过了秘书递过来的文件 看着文件最后的签名 我垂眸扯了扯嘴角 一腾成 我抬眸看了一眼秘书 把一腾成的所有资料 帮我调过来 看着电脑屏幕上 一腾成的资料 我冷笑出声 帮我联系一下一家总裁 我要亲自和他面谈 我将电脑页面 一页一页地关掉 手指压在了一腾成的名字上 既然柳如烟这么想嫁给他 那我作为他的前夫 自然要帮帮他 和一家总裁 谈好了所有事情后 我起身离开咖啡厅 却在咖啡厅门口 和柳如烟 一腾成碰了个照面 柳如烟看到我 一张脸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他皱着眉头 落在了我身后的秘书身上 棒富婆 启博达 你可真让人恶心啊 为了挤上上流社会 你可真是煞费苦心 看着柳如烟 那副瞧不起人的嘴脸 我厌恶地捶了捶眼眸 将手里的文件递给秘书 你先上车等我 秘书拿着文件往外走 却被柳如烟一把挡住 这位姐姐 你可千万别被启博达给骗了 他就是仗着自己长得不错 到处招惹富婆 之前为了我和结婚 他跪在我妈面前 痛哭流涕的模样 我现在想起来 都觉得恶心呢 他这种穷鬼 谁沾上谁倒霉 秘书皱着眉头 转头看了我一眼 我摇了摇头 现在柳如烟有多看不起我 等他结婚的时候 他就有多后悔 我现在筹谋一切 都是为了看到柳如烟后悔的模样 若是提前揭开谜底 那就不好玩了 秘书推开柳如烟 离开了咖啡厅 我也不打算和他们浪费时间 我对着柳如烟 捶了捶眼眸 我还有事 柳如烟哼了一声 一脸不屑地看着我 你能有什么事 你这种垃圾 我还以为你离开了 我会活不下去呢 你还记不记得上学的时候 你就像那田狗一样 跟在我身边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只要我对你好一点 你就摇着尾巴 愿意为我做任何事 当年你在操场上 被人追着射箭的场面 你还记得吗 那是我故意打赌书给他们的 我就是想看看 你愿不愿意 为了我豁出你那条贱命 听着柳如烟的话 我愤怒地捏紧了拳头 我恶狠狠地盯着柳如烟 所以 从头到尾 你都是故意的 柳如烟歪了歪头 紧紧地搂住了 伊藤成的手臂 对啊 你个穷鬼 凭什么和我上 同一所学校 我爸救你和你爸的时候 我就不同意 因为穷是会传染的 我抿了抿嘴角 垂眸冷笑 他既然往我的痛处踢 那我也没必要和他客气 我盯着伊藤成摇了摇头 你知不知道 当年你出国后 你的那群好兄弟 是怎么将他绑在厕所里 一起玩乐的 还有他和我结婚这三年 除了没和我上过床 他天天在外面 和别的男人夜夜升格 就连姨妈气都不放过 柳如烟这样的烂女人 被你娶回家 我真是要恭喜你了 伊藤成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他一把推开了柳如烟的手 盯着他质问 所以 网上传的那些都是真的 柳如烟慌张地去抓伊藤成的手 却被他一把甩开 伊藤成摔门离开 柳如烟目光阴狠地看向我 他慢慢地靠近我 点着脚尖 将嘴巴靠近我的耳朵 纪博答 你不想知道 你爸好好的 为什么会死吗 我告诉你 是我 我讨厌你爸 所以 在网上找了个慢性死亡的方法 他死的时候 是不是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 我告诉你 你爸就是我害死的 所以我爸妈才会出钱出力地 给他办葬礼 柳如烟笑得得意 我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抬手对着他的脸 就是一巴掌 我恶狠狠地盯着柳如烟 好好享受这段时光吧 等我把张算清了 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回到记家 我就立刻着手调查 我爸死亡的事情 因为 我爸是死在柳家 所以想要弄清楚 我爸是怎么死亡的 那就必须要联系柳家人 可是现在的柳家人 都躲我如蛇险 生怕我这个穷鬼 搅获了柳如烟 和伊藤成的好事 我不能用自己的名义 如联系他们 而且 柳家救柳如烟这么一个女儿 柳如烟害我爸的时候 他们可能不清楚具体的过程 但是 我爸死后 以柳如烟的胆子 肯定会和他爸妈全盘拖出 既然他们选择了 将我爸封光大葬 还让我娶了柳如烟 那就是想要把这件事压下去 如果我直接找过去 他们肯定不会承认 没准还会倒打一耙 我借着记家 要和柳家合作的关系 草拟了一份合作协议 让秘书亲自送到了柳家 因为是记家递过去的胆懒之 即便合同上 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内容 柳家也没有深究 合作协议是上午送过去的 柳夫下午就在会客厅签了字 按下了手印 看着秘书递过来的合同 我将目光落在了赔偿款上 这个项目凭柳家的实力 是不可能完成的 到时候 他们就倾家荡产地赔偿吧 一周后 一家那边也帮着一腾成 做好了婚前的准备 以前的一腾成 看都懒得看柳如烟一眼 这次一回国就巴巴地 要和柳如烟结婚 这肯定和前一段时间 发生的事情有大关系 一腾成这么着急地 要娶柳如烟 就是因为柳家不比以前 他想要利用柳家 给自己打个翻身仗 只是可惜了 他遇到了我 这次他赢不了 今天是柳如烟 和一腾成的大喜日子 一大早 外面就开始飘雪 到了中午的时候 外面已经下起了鹅毛大雪 我坐在办公室里 看着一腾成的迎亲现场 捏了捏拳头 我和柳如烟结婚的时候 黄婷玉嫌弃我的身份 太拿不上台面 怕上流圈子的人嘲笑他 所以连婚礼都没办 再加上那段时间 柳如烟被人糟蹋的事情 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 柳家在亲朋好友的面前 也抬不起头 所以我和柳如烟结婚那天 就我们两家 坐在一张桌子上 吃了一顿饭 饭桌上黄婷玉垮着一张脸 一副吃了大亏的模样 饭桌上都是海鲜 我爸对海鲜过敏 一晚上只喝了半杯酒 晚饭过后 我亲眼看到 庸人将我爸用过的杯子 丢到了垃圾桶里 视频里鞭炮声震耳欲聋 一腾成一身黑色西装 胸口带着红色的玫瑰花 站在大雪里将笑容满面 一身红色绣和的柳如烟 背在了背上 在一群人的尖叫声和簇拥中 一腾成和柳如烟进了酒店 我抬眼看了一下时间 差不多要出发了 去晚了 怕是要错过我精心安排的好戏了 既然戏台已经打好了 我得亲自到现场看着才行 不然柳如烟跪地求饶的时候 找不到我可不太好 我到的时候 婚礼刚好进行到了高潮阶段 大屏幕上本来应该播放的 是柳如烟和一腾成恩爱的画面 可是音乐戛然而止 大屏幕上的画面也突变画风 一段一腾成在国外乱稿的视频 无马奉上 在座的所有来宾 都一脸猛地看向了一家总裁 只见他一脸风轻云淡地走上了舞台 将主持人的话筒拿在了手里 他盯着一腾成 对着在场的所有来宾说道 本来这是家事 我不想对外透露太多 可是一腾成在国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实在是太让我痛心了 到底不是我一家的子孙 做事荒淫无度 简直丢尽了我一家的脸 三年前他大学没毕业 我就着急地送他出国 是因为我发现 他是当年被抱错的孩子 他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而我的亲生儿子 也早就认祖归宗了 我本想着念着这么多年的情分 让一腾成继续当一家的孩子 可是我没想到他 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我也借着这个机会 彻底和一先生划清界限 各位来宾 以后一家没有一腾成先生 一总裁的一喜话 让台下唏嘘一片 刚刚还一脸意气风发的一腾成 一脸慌乱地抓住了一总裁的手 爸 你说过的 只要我不接触一家的业务 你可以养我到老大 你怎么能在今天这样的场面 和我划清关系 你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一总裁狠狠地甩开了一腾成的手 你急吼吼地取柳如烟 安得什么心 别以为我不知道 如今柳家也是骑虎难下 你愿意给他们擦屁股 我可不愿意 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我一家的人 你好自为之吧 一腾成想要抓住一总裁的手 可是却被一总裁 一把推倒在舞台上 柳如烟盯着一腾成 一张脸惨白地要命 一腾成 你竟然是一家抱错的孩子 你早就知道了对吗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这不是骗婚吗 一腾成恶狠狠地盯着柳如烟 他从地上站起身 一巴掌打在了柳如烟的脸上 臭婊子 老子都没嫌弃你 你还他妈的 有资格嫌弃我 今天这婚 你结也得结 不结也得结 柳如烟的嘴脸 被一腾成打出了血 柳附上了舞台 一把抓住了一腾成的手 这婚我们不承认 你们还没领证就不算 一腾成冷着脸看着柳父 将怀里的结婚证掏了出来 你这个下贱女儿 怕我不要她 求着我跟她领了证 以后 你们柳家的一切都是 老子说了饭 谁要是废话 老子就弄死她 一腾成发疯发言 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见状 转头看了一眼一总裁 一总裁对着我点了点头 立刻拿着喇叭 在全场喊道 季总裁 您怎么来了 让您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真是亥言 家门不幸啊 听到一总裁的话 所有人都看向我 柳如烟在看到我的刹那 立刻朝着我冲了过来 纪伯答 你这种人 竟然也敢来看我的笑话 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 柳如烟扬起的手 没有如愿地打在我的脸上 看着被保镖制服的她 我缓步走到她的面前 垂眸盯着她 这才刚开始 我要一点一点地 将你欠我的都讨回来 伊藤成刚毕自用 为了用柳家的资源 竟然将柳父和黄亭玉 绑在了家里的地下室里 听说她还挺有良心 怕柳家公司的人怀疑她 她好吃好喝地 伺候着柳父和黄亭玉 但是只要他们不按照 伊藤成的意思办事 那就会遭到伊藤成的毒打 柳父和黄亭玉不敢不听伊藤成的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柳家的一切都变成了伊藤成的 她本就没什么头脑 野心大又不听劝 本来柳父就将大量的资金 投入到了和技嘉的合作项目里 伊藤成接手公司后 为了证明自己 将剩余的全部资金 投入到了我帮她设计的另外一个大坑里 短短数月 柳家一个刚上市的公司 就被伊藤成断了资金链 我坐在办公室里 看着柳家 和伊藤成手里项目的紧张 扯了扯嘴角 鱼都上够了 可以猎杀了 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敲响了 我抬起头 看着从门外气冲冲走进来的柳如烟 皱了皱眉头 秘书一脸抱歉 季总 柳小姐她 我抬了抬手 你先出去 秘书离开后 柳如烟突然跪在了我面前 季伯答 我现在走投无路了 你不是喜欢我吗 只要你给我们柳家一条出路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柳如烟抬头看着我 抬手拉开了自己的衣服拉链 看着柳如烟的模样 我厌恶地垂下眼眸 柳小姐 我不明白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技士集团 清清白白经商 可不是什么破烂都要的 柳如烟见状 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快速地走到我身边 伸手搂住了我的腰 她仰着头一双大眼睛 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这一切都是 你做的对不对 你早就知道 你是技家的后代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和一腾成在一起 也是逼不得已的 我家公司刚上市 柳家需要一个 实力过硬的合作伙伴 如果你早点说 我也不可能和你离婚的 当初是我被一腾成 蒙蔽了双眼 是我没有看清楚他为人 博达 你不是喜欢我吗 我现在就在你面前 只要你想 我就是你的 柳如烟拼命地往我怀里 急 看着他哭成泪人的模样 我半点都不心疼他 反而觉得恶心 我抬手搂住了他的腰 看着他欣喜的模样 我扯了扯嘴角 所以 你觉得我爸的命 是你这种贱女人的身体 可以一笔勾销的 柳如烟一愣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只要你愿意给我机会 我可以弥补 我给你生孩子好不好 你之前不是求我 让我和你在一起吗 我现在 就在办公室 我立刻给你好不好 柳如烟快速地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他爬上了办公桌 妖娆地盯着我 看着柳如烟 让人恶心的模样 我按下桌上的电话 保安 把这个贱女人 给我丢出去 一腾成赔了柳家所有的钱 柳富之前投资的项目 也因为资金不足 不得已停止了项目 按照合同规定 未完成的项目 要赔偿我 技士集团十倍的赔偿金 柳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 公司申请了破产 所有的不动产 全都变卖了 仍然是杯水车薪 我找了几个凶神恶煞 阎王爷建了 都得称兄道弟的药账公司 我要求他们 每天就逼着柳富还钱 其他的事情不用做 我给的费用 是全是最高的 对他们的要求又不高 他们自然尽心尽力地替我办事 他们每天变着花样的 折磨柳富和黄亭玉 让他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柳富和黄亭玉 受不了上门催债的天天折磨 跳楼自杀了 柳富和黄亭玉死后 柳如烟又来找过我好几次 我不见他 他就在公司大楼闹 他发疯一样地抓到一个人 就将他和我的事说一遍 他说 他是我老婆 要我对他负责 柳如烟失心疯一样的状态 吓得我们公司的员工 都不敢上班了 我让保安将他丢出去好几次 都没让他知难而退 没办法 我只能报警 让警察将他带走 顺便教我爸 被他害死的事情 重新调查了一番 柳如烟是个外强中单的 警察将调查出的证据 和他进行对质 他话还没说几句 就吓得全盘拖出了 警察将全部口供 交到我手里的时候 我愤怒地想要掐死柳如烟 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狠毒 因为瞧不起一个人 而对他下这样的黑手 虽然他已经为了 他的所作所为 付出了代价 后半生都只能待在监狱里 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够 我将柳如烟 当年在网上 宏集一时的视频 找了出来 联系了几个网络大V 对柳如烟进行批判 还特别让人将视频 带到监狱里 给柳如烟看 柳如烟当年 就是因为这段视频 差点崩溃自杀 如今这段视频再起风波 他羞愤地在监狱里自杀了 本来他是可以背酒回来的 可是那天偏偏就没人发现他 让他死在了狱中 柳家破产 一腾城的一切算计都落了空 又背上了柳如烟丈夫的身份 网上每天都有人 在一腾城的微博下面 问候他祖宗十八代 一腾城每天都到一家发疯 要一家给他他应得的一切 一家被一腾城折磨得忍无可忍 找了人将一腾城打成了残疾 丢到了天桥下面 不过据说 他因为和别人抢地盘 和人在天桥下面打了起来 被人推到马路上 被车撞死了 记总 这是柳家别墅里 清点的所有东西 我看了一眼 秘书递过来的平板 转身走到窗边 背对着秘书说道 别墅里所有的东西都销毁了 我不想再看到 任何关于柳家的东西 秘书离开了办公室 我将双手搭在了床边 俯瞰着整个城市 从今以后 我和柳家再没有任何瓜葛 我是济世集团的总裁 吉博达 全文完